主持人 在冬天冷的時候 它會用那個水枯有沒有 水枯 就在棉被裡面 就一直溫溫的熱熱的 那溫溫溫溫溫的 所以那個是容易滋潸 這個嗎 氣氧嗎 更潮溼 就是很溫的潮溼的環境 所以反倒也不好 但是老人家它有需要 以前沒有電台嘛 你必須要用水菇 是 其實現在很多孩子 他有一種 跟我們這一代 生活習慣不一樣 他晚上不洗澡 他早上才洗澡 他可能回到家一身汗 他覺得OK 要就去睡了 然後早上才洗澡 我發現很多小孩 現在都這樣 這樣子他的棉被 更要勤家整理 被套要償還 因為你看 我們在台灣 我們是習慣洗完澡 然後去睡覺 所以你身上的油漬 什麼沒那麼髒 可是他們如果孩子 玩了一天回家 流了汗 他又在那裡睡覺 又打了球 對 雖然吹冷氣不太流汗 可是事實上 身上的那個髒物 都在棉被上 所以媽媽就要記得 那個 這樣 如果孩子 為什麼小孩這樣 還要我們媽媽洗啊 封鑄他 封鑄他 有時候是小朋友太累了 那他有時候 有時候他會回你 他說人家那個什麼 西方那個就是中央 美國人都這樣 早上 因為早上起來要洗澡 用頭髮 對 他體會比較重 體會比較重 我就覺得 台灣你這個行為是 跟棉被雖然是 好像漸漸沒關係 其實是有關係 你身上都是這樣進去 然後那個東西 做在蓄積的這個 所以就是睡前一定要洗澡 這個事情要做 如果沒洗 那你那個棉被 一個禮拜一定要洗一次 棉被套 還有枕套 對啊 備單 你看嘛 我們衣服穿過一天 我們第二天不會想再穿嗎 可是你想那個棉被 今天累月沒有 很少棉被在洗的嘛 那你看你每天蓋每天蓋 自己這樣想一下 你就知道這個衛生其實蠻重要 然後其實曬個太陽也還不錯 也很重要 剛剛這個好習慣呢 就是你要知道怎麼樣去清潔它 然後讓它攤開來 不要把這個很多的細菌 那美菌悶在裡面 好 來看看第三個習慣是 吃完飯之後呢 用漱口水漱口 舉個例子 可能沒那麼恰當 不過大概就是說 如果你有生病的時候 你才要吃藥 你沒有生病你不用吃藥 所以基本上漱口水 我們不會建議 用這個來取代刷牙 所以我是建議說 還是刷牙比較好 刷牙比較好 漱口水的用途的話 通常是 比方說你有去接受過 牙科的治療 這種 那暫時沒辦法刷牙 才用漱口水取代 對啊 漱口水 可是我覺得年紀越大 漱口水對我越重要 我怎麼聽過說 有人用漱口水用太久 牙齒都變黃了 對 可是它使用的 就比較那種 沒有 那種比較算是 PH值比較高 那個是牙菌斑 牙菌斑它有顏色 那其實像我常常跟我的小孩講 他也是說我漱口就好 我不要刷牙 我說你看媽媽在刷地 是不是我用刷子刷 我不是沖水它就會乾淨 那我們吃完食物 我們牙齒有一些牙菌斑 那如果你只是漱口而已 它不會刷掉 那你用漱口水的話 牙菌斑可能被消滅 可是它還是留在你的牙齒 久而久之 它就會讓我們牙齒變黃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就是一般來講 如果使用漱口水 你覺得牙齒變顏色的 一種是 因為有一些漱口水它是 醫生會建議你在短時間內使用 它通常是在一些牙科的術後 它給你的這一些 那這一些成分它 如果你長期使用 它就會染色在上面 所以它是不行的 第二個原因是 就是他剛才講的 可能你長期因為 仰賴漱漱口 你根本沒漱乾淨 所以沒有刷乾淨牙 所以牙齒變成 牙齒變成 可是漱口水用錯 真的還是會出事的 之前就有一個醫生他就說 他還是給老伯伯那種 就是他幫他做完之後說 這個漱口水給你用 然後他有跟他說 反正就是漱乾淨 然後怎樣的 那老先生拿到漱口水 就非常認真 你也是知道的 就是要認真執行 他就想說 既然這漱口水如果要殺菌 當然給它數月久越好對不對 含著菌才會死光光 所以他一含就含五分鐘 他就每次都認真 就含著五分鐘吐 很辣 後來一陣子 因為他那個還是要用的 結果後來就發現不對 他為什麼後來就開始出現那個 像我們叫做嘴皮 就是有一點的潰爛 他想說一定是含不夠久 細菌感染才會不夠膜對不對 才接下來給他含十分鐘 因為他想 剛才一定是含得不夠久 所以細菌沒死掉 後來含到十分鐘之後 他終於是會不想去看醫生 因為他整個嘴巴都是破洞 都潰瘍了 醫生就說 怎麼會這樣 他說 我說我都有濃 你的漱口水我都有濃 我都含十分鐘 都吐掉了 反正是這樣說 這個原因就是你含太久 你應該塑一下就吐掉 漱口水 對 尤其那種含藥的 那個真的是要小心 正確的漱口方法應該是 含多久 大概一分鐘 一分鐘 其實大概10到20cc左右 一口 一口這樣子 像以中醫的立場來看它 譬如說 你嘴巴常常會黏黏的 甚至有一個病人會覺得 我常常覺得嘴巴會 早上起床就開始刷好牙 也是一樣 會覺得口苦 口乾 那其實就是我們一般說的 乾火或者是胃熱 你要從你的食物結構 體質 所以如果你常常覺得 有這樣的症狀 有時候你的很親密的人 包括你的先生 或者是你男朋友跟你講 甚至有的病人會帶 就是帶他老婆來看 就說 吳醫師 我希望你幫我太太 這個口腔 給他整理整理 我說怎麼整理整理 他就嘴巴默嗎 他說沒有 他的味道很重 他說口氣很重 太太一副很委屈 可是好像是真的這樣子 你知道嗎 就嘴巴會講話很近 早上起床 然後甚至吃麻煩什麼 那太太這個一方面 把下也覺得 他的味熱跟那個 我們說的乾火很旺 這個部分 所以他也跟你講 他說我去牙科檢查 什麼都沒有 我牙周病什麼什麼都沒有 所以這個就是什麼 我們剛剛說的 我們的口腔 脂質跟我們的什麼 消化道是有關係的 所以從你的飲食去結構 去改善一下 你的蔬菜水果 還有你最近一定 太過於失禮過多了 熬夜造成你的味熱 或者是乾火 甚至火氣到後面 就是常常嘴巴就是 黏在一起那種感覺 那也會造成你的 所以15口水 暫時用的時候 你會發現15分鐘可以 再來又不行了 所以我是覺得要探究它 就是要從標本 這個本要去治療它 那中醫裡面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藥材 它可以弄成什麼樣的方法 然後讓我們的口氣比較芬芳 對 古時候的人 真的沒有那麼多的一個 什麼15口水可以用 但是我們還是有藥草 有些藥草 那種本小幹部裡面 它會用到一些 可以讓你那個 就是做一個簡單的一個漱口的 譬如說我們常常會用到的 我把它藥草拿過來 像這個 我們用到像這個是薄荷 薄荷 終於是你幫我聞看 有沒有味道 有 對不起 有喔 這個 那這個是因為我從整廚拿出來 是乾的 這個乾的一個薄荷 那新鮮的薄荷 譬如說種在那個盆栽裡面 那種薄荷 那它那個薄荷的味道 那個精油就更重了 所以這個時候可以用到新鮮的薄荷 然後還有一些就是 可以讓你嘴巴的那種清爽度提高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金銀花 那要做成漱口水 有時候我們還會用到一點甘草 然後還有一些去濁的 當有時候你舌頭伸出來 你會發現你的舌面上有一層 像這樣厚厚的 然後偏黃色的這個 其實就表示你的消化道這個部分 有一點濁氣味道比較重 我們會加上一點貨香 不是那個貨顏夾 而是中間貨香那個 那個去濁然後伸心的這個部分 然後就我們把它稍微煎一下 但是在煎的時候 我們甘草 金銀花跟這個貨香桃 先下去煎 比如說500cc 然後把它煎成400 然後當成漱口水 放涼裡後當漱口水 可是這個薄荷要最後放下去 因為它那個薄荷精油會被破壞 所以你一下子前面放下去 它也不能煮太久對不對 對 不能煮太久 所以它從你呢 我們很多的藝術裡面就會發現 它對我們的咽喉 然後還可以清熱 甚至對一些羊枕 如果是吃下去 但是在漱口的話 它可以改善你嘴巴的這種味道 它就有發現 現在很多那種名牌的那個漱口水 常常也會加上一些薄荷 那其實古人就會用到這個部分 甚至沒有那個漱口水 當場就把什麼 漱口的那個 就把那個薄荷葉子沾下來 攪一攪 就是清新的這個部分 那絕對是什麼 絕對是OK的 還有我們常常吃日本料理 裡面有那個 這個去年 紫蘇 對 日本最會用的紫蘇葉 它也會去這個魚蟹毒 就是去魚 螃蟹這些 我們說的也比較寒毒 或者是一些不新鮮的這種 去魚它之外 它對我們口氣的清新毒 是有改善的 是 那蘇芬老師你有什麼方法嗎 我想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希望小孩子吃飽飯就刷牙漱口 那有時候他沒辦法刷牙 我們就盡量漱口 可是希望他刷牙 我覺得家長應該要用好的工具來導引他 因為小孩子他也不懂 你給他一把不好刷的牙刷 他刷兩下他不想刷 然後他也搞不清楚也說不清楚 你也不知道是因為工具不好 導致他不想刷牙 那還有一些時候可能刷牙的時候 有一些牙縫間的食物殘渣也弄不起來 那我想建議這兩種東西 這個叫牙肩霜 這個叫牙棒 牙縣棒 那有一些是 牙縣是有一些是抽出來這樣子的 這個 當然這個是使用起來比較方便 那這個有個好處 我覺得給孩子帶去學校 他比較不會觀感上不好看 而且他不用洗手就可以直接用 那我看到市面上的牙縣棒 也有一些不同 我想有些家長可能都沒注意到 就是他的線有一些是比較滑的 有一些比較細的 有一些比較粗的 然後有一些粗的 你用過兩次以後它會起毛 就很不好用 那家長通常 因為我自己也是 我就是打折的時候買 後來我發現有一些東西 被氣質在那邊不用 就是不好用 孩子也說不出來 還有孩子的牙縫比較細 所以可能你要買一些比較細的 而且有滑的 它比較好拉近拉出 所以這些部分 如果我們家長在 準備這些工具 讓孩子用起來順手的話 其實他會很願意去刷牙 像有些時候 我們給孩子買那個牙刷 也是打折就買了 買了一把回來 大人也刷那一支 小孩也刷那一支 問題大人口腔跟小孩口腔 大一樣 那甚至於有一些孩子 他本身是有用矯正的 那矯正的牙齒 你可能就比較需要用到牙筋刷 所以父母可以跟牙醫師討論一下 然後也跟孩子討論一下 問他說你不想刷牙到底是什麼原因 那把原因找出來給他用好工具 其實這樣子對保護我們孩子的牙齒來講 比較有效力 就是我還有聽過有人喔 就是懶得刷牙 然後就吃口香糖 因為口香糖什麼清除異味 然後什麼清潔牙齒 這個 一般來講